- 。 哈啰大家好我是愛麗森 你是不是剪了短髮之後不知道該如何整理的有形 或者你是長指法但是起床的時候容易毛躁亂翹 可是時間又很趕希望可以快速的完成造型 然后呢又要同时好携带可以方便外出 没问题今天我就来跟你们分享这一支 Mont Hair的青桥旅行陶瓷直发夹 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完成轻松有形的这个发型 那我们一起来开始啰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最后呢我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Matea轻巧旅行陶瓷执法家的这个优点跟一些使用上的建议 还有适合怎么样的人呢 短髮你用太大支的时候你反而会不好操作 那像这样子比较轻巧型的话 我们就是不太需要分区就是这样抓一把 然后这个大小刚好就是可以符合我们头发的长度 那如果你今天头发是比较少没有到很多的发量 那如果你是中长发也是可以用这一支的 但是如果你是发长很长然后发量又很多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选比较大支的指发甲 那这一支呢大家也看到它尺寸非常的小 就是一个手掌大小而已 而且我的手很小哦 然后它竟然就是跟我的手差不多大而已 所以我们带出门是非常方便的 再来呢它这个是360度的旋转电线 所以呢你在使用上的时候就不会卡手 它非常的顺 那60秒呢就可以加温到100度 所以是非常的快速预热 就是你赶时间出门的话呢非常快 就是一分钟然后就可以开始来使用 然后像刚刚跟你们分享的这个方式 我们可以用它来夹这个内弯或者是刘海 还有头顶的蓬度也可以 它是陶瓷面板的 那相对来说其他材质比较起来的话 对于法师的这个伤害度会比较低 所以呢我们可以尽量选这种陶瓷面板的 按下去之后它就开启 那你不用的时候呢合起来 推上去这样子就固定住 我们就不容易去碰到这个面板 就不怕去误触烫伤 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贴心 那如果你们还想要看更多的这个 发型教学的话呢 可以追踪我的IG Alison Beauty Class 可以搜寻 艾莉森的变身教室 那另外呢就是 我会把这个图文的这个说明的部分呢 放在资讯栏 然后大家如果想知道这支Muzz Hair 金桥旅行陶瓷指法夹要去哪里买的话呢 里面会有链接大家可以去参考 好那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要帮我按赞加入订阅哦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